近几年,中国水面舰艇犹如下饺子,被称为黑鱼的潜艇却没什么动静 博传的一个表彰透露玄机 近几年,中国海军的发展不可谓不快 外国最新的一份报道显示 中国海军过去四年下水舰艇的总吨位已经和日本海自舰艇吨位的总和差不多 但有意思的是,在我们水面舰艇下饺子的时候 被称为黑鱼的潜艇却似乎没有什么动静 不过,博传近日的一个表彰就透露出了玄机 近日,中国船博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核工业集团一起给博传集团发来贺信 博传在年度首个重大生产节点中取得了胜利 尽管我们并不清楚这个重大生产节点是什么 但考虑到博传一直以来从事的业务 以及中船和中核的联合贺信很难不让我们想到核潜艇身上 而后,以色列一家商用卫星图像公司公布的卫星图也显示 有一艘潜艇正在旅顺基地附近行驶 尽管具体的型号并不清楚 但由此可以得知,我国潜艇的建造似乎并没有因为水面舰艇而松懈 这也让我们对此次博传的首个重大生产节点更加关心起来 目前,我国已经露面的最新型核潜艇有094A战略核潜艇和095型攻击核潜艇 而在这份贺信中,博传集团董事长胡德芳就强调 面对年底前承担的兼具任务 要加强协调保障,全线精准发力 坚决打赢年度科研生产攻坚战 由此,我们也可以推测出 这应该是一个还未完成,处于在最后攻坚状态的新项目 因此,很多分析人士表示 博传这个重大生产节点极有可能就是传说中的096型战略核潜艇 从时间上来看,很早之前就传出我军要打造新型战略核潜艇的消息 在2018年的时候,五角大楼就非常笃定地表示 中国将在几年内开始建造096型潜艇 相比美国最新的哥伦比亚籍,096在航速上也更胜一筹 虽然官方对此并没有进行任何表态 但本着不否认就是存在的原则 相信我们是有着发展096型的计划的 同时,根据坊间的传闻称 096型将搭载我们最新的巨浪3前射型大脑导弹 而这几年间,有关巨浪3试射的消息也是一个接着一个 仅从时间上来看 博传正在对096攻坚理论上是成立的 当然,这一切都要建立在096成立的情况下 不过,不论096成立与否,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 那就是,我们的水面力量飞速发展的同时 在水下力量方面,也丝毫没有懈怠 就算这次渤海正在攻坚的不是096 但一艘新型核动力潜艇是跑不脱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